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歡迎回來 我們剛剛講民眾黨這第三勢力 現在到底何去何從啊 很多人都在說 小麗媛老師甚至還關心到隔海發文說 要注意啊 這樣有可能這個黨就沒有了嗎 因為現在呢 傳出不是只是要對抗外伍而已 那裡面的問題也蠻大的 分門兩派了 來 我直接幫你畫開來 一個叫做掌權派 叫做邊緣派 我竟然問我們那個家說 你這樣直接給他寫 他說沒有 王慧姐就講說我們邊緣的真的 也很想回來啊 好 因為呢 王慧姐昨天來節目上 他是這樣講 他說他其實對於黃山山 有非常多的不諒解 因為他認為啦 就算他已經出來講說自己責無旁貸 但是你有沒有把細節給交代清楚 他覺得現在有很多的責任 是壓在他下面的人 譬如說吳怡萱 譬如說智函或許甫的身上 那他想問的是 到底問題在哪裡 那你那個頭 你有沒有真的扛起你的肩膀 用你的肩膀扛起責任 黃山山下的講法呢 則是講啦 說他一切絕對會負責 他下個禮拜二 在開中評會的時候 他本人會去說明 好 現在呢 當邊緣派喊話 我們想回去 可是柯文哲你要把旁邊的位置空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想問 所以呢 是血滴子要回來清君測了嗎 原因是因為這一位秘魯姐 過往呢 他其實本來是在柯文哲身邊的 還記得最剛開始 從台大醫院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跟著他 但之後呢 他被發到外頭去 說去幫忙開張癖圖 但現在他有可能回來嗎 聽聽柯文哲的說法 那現在黨內有聲音就是可能 那蔡壁如回來黨中要 其實他也沒有離開黨中要 他也是 今天去的那個活動就是 他是在組織部底下那個創新創業委員 他也是監主委 他也是來負責我們那個 那個跟新創司聯絡的人 一個主要的召集人 好 他就講 他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啦 但是問題是 蔡壁如姐曾經私底下的人怎麼說 他說 唉唷 他會去台北那天喔 害死啦 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當然很多人都有聽過 好啦 所以在開直播的時候 陳志涵也這麼樣直接的說明 他說 是不是有人在見縫插針 覺得他自己才是良心 雖然這句話沒有主詞 但很多人都認為 他對上的就是蔡壁如 那郭正亮現在的講法是說 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他認為柯文哲到底是不是 連黃珊珊這一顆石頭都搬不走呢 如果不正視你目前的狀況的話 你民進黨進一個民眾黨 真的就爆起來放了啦 好 原因是因為 現在呢 確實就是像村長講的 很多小草他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競選總部問題搞得這麼糟糕 那當時的競選總幹事 就應該負責為這件事情來止血 才能夠把這個民眾黨 甚至呢保護阿伯把它給留住 民進黨的這個內鬥到底是不是越演越烈 好 畢竟啦 一直以來 這柯文哲不是都一直強調責任政治嗎 那到目前為止 卻是看到他對黃珊珊說 他還是要留在位子上來解決問題 走不是辦法 這感覺就是一路的力保嘛 以往的柯文哲現在還在嗎 另一個層面是 黃珊珊呢 到目前為止沒有被列為被告或者是證人 那檢調是不是鎖定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木可還有柯文哲呢 那現在呢對於民眾黨來說 大家就知道內部分成兩派 游淑慧站在比較外面看 他的看法是這樣 他認為黃珊珊絕對不會辭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他進民眾黨就是想要當部分區立委 所以絕對不會辭 還說如果他真的是為了民眾黨 愛民眾黨而加入的話 那他當時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就不會鼓吹柯文哲推翻 藍白配啊 藍白核啊 他還曾經有提到 是不是真的在裡面內部的這個力量 現在延續下來變成了 藍白未來的一個變數呢 而當然現在呢在民眾黨內 柯文哲到底開不開閘黃珊珊 也有這樣一個轉法是說 因為他現在是立委嘛 那如果說呢 把他給拉走之後 那在立法院裡頭 是不是就沒有那麼平衡 因為大家可能就會比較傾向於黃國昌 所以就有媒體的人說啦 國昌若得利 白粉勝10% 也就是說黃國昌 畢竟他還是從時代力量轉過來的嘛 那是不是所有的小草們 這個白色力量們都支持他 沒人知道 到底現在網絡上宣誓怎麼樣 近7日的身世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柯文哲民眾黨黃珊珊之下 黃國昌逆勢下降 你會說過往這幾天 一陣子不是在立法院裡面 民眾黨聲量最高的都是黃國昌 為什麼最近聲量反而下降了呢 甚至他還要出國去考察 好 會不會是避風頭 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其實關心的就是 民眾黨裡面每一個咔他的動態 請教一下波及哥 您怎麼樣來看 這一些咔們在網絡上面 在媒體上面 彼此之間喊話 王惠姐是直接 我看阿根 畢如姐 這四個人其實現在都不太演了 都直接講的 其實這個 就是說我們上一段講的叫做 民眾黨的外患好了 那這一段叫內憂 什麼叫內憂呢 就是這些事件 現在比如說要不要究責黃珊珊這個議題 上個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 這個中平會沒有做出一個結論 但是這是正確的做法 什麼叫正確 程序正義 如果你禮拜五沒有傳黃珊珊 沒有傳這些端木正他們來的話 你就把他們開閘 很抱歉 黃珊珊的這個身分 她的黨籍是牽動到她的部分區立委 過去曾經有過類似政黨開閘 部分區立委導致受損 然後鬧上法院的案例 王金平 馬王政爭 這個葉元智應該很清楚 就如果你的程序正義沒有做好的話 到時候黃珊珊她是律師 不要忘記 她跑去告你一個什麼 不好意思 你沒有依照程序 我要確認我的黨籍存在 那不得了 我跟你講民眾黨就炸開了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即便要開閘 你至少要符合黨內的規章 要符合黨內的程序 如果 但我必須想 依照現在演變的情況 第一個黃珊珊不會遲 第二個 中平會沒有那麼想炸 怎麼說呢 如果今天中平會真的很認真的 想要積極處理要炸的話 禮拜五 當天他們 比如說中午11點開會 開到一半就可以說 好 我們現在邀請黃珊珊到會說明 端木正還有這個李文中 直接來說明 可以直接說我們預計 這個晚上6點再開 等他們沒事的時候 試也是也可以這樣 對 當天可以 所以我說當天沒有 結果他決定是三天後 就禮拜二的時候再來開 所以我只能說 中平會某種程度 沒有那麼急著要處理這件事情 但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為什麼呢 你怎麼知道明天 民眾黨會不會 又有人什麼涉案 又有什麼檢調 又去發動什麼搜索 又有誰捲進去 這個可能你知道 中平會要處理的人 可能還不只這三位 所以現階段 可是在這個所謂的中平會 開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開了這個會 讓整個黨內的氛圍 去檢討黃珊珊開始 好 注意了 蔡壁如他們當初 是展現了最高標準說 我為了民眾黨 我的論文的問題 我就辭掉這個部分區立委 從此以後 他就跟黨中央 越來越邊緣了 可是呢 那時候很多黨內的同志 是感謝蔡壁如說 你沒有把自己的危機 擴大為黨的危機 可是現在是黨的危機 有人卻不在乎 自己的這個政治責任 嘴巴講要政治責任 但是都不會有任何的動作 這種呢 他們黨內就會覺得 這是兩套不同的標準 所以他們會遵蔡壁如 而去扁黃珊珊 可是問題來了 黃珊珊在去年不分區 包括她的整個提名的過程裡面 包括去年選戰的整個過程 她都是主導者 那現在黨內有很多的 都是所謂的珊珊派 好 那如果你今天 蔡壁如派在這邊開槍 然後這邊的珊珊派 如果黃珊珊出了什麼狀況的時候 珊珊派也出來造反 最後就是蔡壁如跟黃珊珊兩邊 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最後倒霉的是誰 倒霉就是民眾黨跟柯文哲 所以這一個所謂的內鬥的戲碼 我們也不用講什麼 什麼講公鬥或怎麼樣的 可是對於任何一個政黨 當今天案情演變到是內部的鬥爭 都在爆過去的這種什麼老鼠淵 或是什麼爆什麼過去 我曾經被你欺負 我現在要來復仇等等的 只要進入到這個階段 很抱歉 這個政黨勢必會越來越糟糕 那你也不用講了現在 比如說那個什麼小麗媛老師 他是講說 民眾黨可能沒有什麼 可以跟藍綠對抗的力量 不只是這樣 2026現在 原本你們可能還要佈局縣市長 我覺得現在也都不用佈局了 包括黃國昌都不用佈局了 現在黃珊珊 這個也都不用想了 什麼台北市這些都不用想了 所以現在對民眾黨來講 元氣大傷你要先從 重新讓支持者能夠有信心 願意再相信民眾黨一次 開始做起 而這個非常困難 這個現在繼續內鬥下去 誰會覺得民眾黨 是個有希望的政黨 好 那如果今天 柯文哲連內鬥都沒辦法處理 這是你們自己黨內的事情 連內鬥都沒辦法壓制 你做這個黨主席有什麼意義嗎 那這個政黨 人家講說民眾黨是一人這樣 但我們再記得一件事情 宋楚瑜新飄案的時候 有沒有宋家班 跑出來罵宋楚瑜一句話 我告訴你沒有 有沒有人去檢討說什麼 楊雲帶給我什麼怎樣負責 誰誰誰給我負責 不會 宋家軍他們就是一個很團結的團隊 所以新票案爆發 總統沒選戰 成立親民黨 親民黨繼續運作 可是現在的民眾黨 是一個破口出現 結果大家拼命內部人 往裡面丟石頭 我這才是民眾黨跟柯文哲 現在最大的麻煩 也有人說柯文哲 不是不處理 是他也很兩難 譬如說在立法院裡面 要是真的讓黃珊珊 直接叫他回家的話 那不就只剩下黃國昌嗎 黃國昌看起來 很多人覺得說 他現在跟藍的走太近 不平衡 這好像不符合柯文哲 他想要的方向 所以各種說法都有 來請教一下原詞怎麼看 對 你講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說柯文哲就是要留黃珊珊 去平衡綠 真的 因為那時候國會改革 法案過了之後 其實民眾黨內部好像有評估 發現說如果都跟藍一直合的話 有一些綠的會 有一些小草比較偏綠的會跑掉 所以後來沒有發現就是 黃珊珊就是刻意會跟綠的 稍微走近一點 比如說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草野協商的時候 以前都是藍跟白做在一起 對面是綠 有一次黃珊珊就刻意 就做到綠的那邊 那時候好像吳思瑤也非常高興 就有合照 然後黃珊珊在國會改革法案 那幾天 其實我們那幾天抗爭都是從 早上5點鐘一直搞到半夜12點 黃珊珊 我覺得黃國昌就是很積極 不管是直播也好 或者是抗爭也好 黃珊珊就 表現得就比較平淡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感覺到 黃珊珊就是拿來平衡率 你如果忽然間把黃珊珊處理掉 那會不會原本要靠黃珊珊 去鞏固的那一群 比較偏綠的小草們 就因此流失 所以柯文哲絕對是 我覺得絕對是顧到這一點 現在民眾黨現在感覺 就兩大派對決 這其實真的是 對民眾黨是比較傷 因為你到最後 不管是有處理黃珊珊 或沒有處理黃珊珊 一定有一派不爽 你沒處理黃珊珊 蔡壁如陳婉輝的支持者 就有不爽了 你處理了黃珊珊 黃珊珊的支持者不爽 你不要看現在好像 剪到黃珊珊的聲音比較大 黃珊珊也是很多人支持 也是非常多人支持 對不對 他去上館長的直播 下面聊天室的留言 很多是在挺他 假設柯文哲處理他 那這些人會不會失望跑跳 也是有可能 所以柯文哲現在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為難 也許就是先以不變應萬變 先拖一段時間 看看風向怎麼走再做決定 也不急著現在做決定 這可能也是他們的中評會 想說試緩則緣先拖個三天看看 否則的話你叫他忽然 快刀斬亂麻的話 當然是可以止血 可是會不會因止而流失 某一部分的血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切到底要怎麼切 那個刀子下去的時候 覺得這邊很安全 一切下去發現 沒有啦 會腳是肉 來請教一下毛哥怎麼看 就是說如果連這麼小的事情 都會演變成這個 大家現在看熱鬧的一個話題 或是談資 但實際上它跟國家大政 或是說政治發展 其實它是真的沒有什麼營養的事情 那如果連這麼一個狀況 都還任憑著發展下去 我覺得對民眾黨對柯文哲 還有他們所有的從政人員來說 是極度不利的事情 像剛剛波基就講 就是說二六年的縣市長選舉 你們可以暫時不用這麼擔心 你們先把你們的 該處理的手邊的事情 先處理好 就是說你現在去想 就是說立法院裡面 八席立委 原來都簽了那個兩年條款 也就是說兩年之後 都要去選縣市長的 那現在真的還有希望 再去選縣市長的有幾個 就是說黃珊珊原來 如果說是按照鋪排 是想要繼續再選一次台北市長 現在如果這樣發展下去 有機會嗎 那要怎麼樣能夠 你如果想要反敗為勝 你應該做的是什麼樣的tempo 或怎麼樣的作為 可能現在要具體的思考 而且要跟選民做交代 那如果再這樣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你會不會或是說 如果大家一旦認定說 你就是這個位子在這邊卡著 但是實質貢獻 可能還沒有傷害來得大 那這個政治人物自己的未來 或是說黨的發展 他自己就要認真一點去思考 那同樣的 柯文哲能夠 聽任這樣的發展下去嗎 現在民眾黨的這個 暴障的事情 跟天天剛剛講的就是說 被拿出來切香腸取笑的這個狀況 很明顯他的事態發展 已經不是當事人 已經不是順著當事人的意願去發展的 甚至是很不利的方向在發展 那你現在如果再說什麼 蔡壁如 陳婉惠這些人希望什麼 我覺得他們唯一的希望大概就是 柯文哲多聽一聽 民間或是說其他地方 小草門的意見 認真再想一想剛剛提的那件事情 民眾黨到底是誰的 是黃珊珊的 還是柯文哲的 還是支持者的 到底這個民眾黨 現在在台灣是第三勢力 但是在立法院裡面 也有八席立委 那這八席被大家說是關鍵的少數 可是呢 有沒有辦法讓它發揮作用 讓民眾黨 讓大家覺得說 那個好像看起來有希望的 現在還有希望嗎 那我們等等回來繼續來看看 原因是因為 目前的執政黨 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等等大家來說 愛就大無限